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名为卢沟桥中罗友好人民公社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合夫人 以及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员 访问了社员的家庭 客人们参观了公社的果园 8月22日 由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 苏法努逢亲王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 到达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 罗瑞卿和有关方面负责人 以及首都人民热烈欢迎贵宾 代表团是为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老挝三方面领导人的会晤 而路过北京的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中非共和国友好代表团 在中非共和国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 贝尔迪南巴萨蒙古率领下8月23日到达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曾永泉 和其他方面负责人 以及首都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客人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 亲切地会见了来中国度假的75名阿尔及利亚烈士的孩子们 希望他们在中国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阿尔及利亚的孩子们 在北京进行了参观游览活动 他们同我国儿童一起游北海登纠峰 玩得十分高兴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 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 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关怀下 现在都在小学和中学念书 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和阿尔及利亚的小朋友 在景山公园少年宫联欢 晚会上 两国儿童洋溢着欢乐和友情 一九六四年 全国少年游泳跳水赛 8月16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锦标赛的246名选手 平均年龄还不到13岁 最小的只有9岁 男子一组五十米自由泳 上海队玉小弟 以32秒8的成绩获得第一名 女子甲组一百米挖泳 上海选手陈秀慧 上海选手陈秀慧 男子一百米迭勇 男子一百米迭勇 在这次游泳跳水锦标赛中 小选手表现了良好的技术和风格 许多项目的成绩 有了显著的提高 首都人民 热烈欢迎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大洋洲 44个国家和地区的 367位科学家来到北京 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 8月21日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隆重开幕 来自四大洲的科学家欢聚一堂 交流科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 探讨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 这是世界科学史上的空前胜举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向各国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 并预祝会议成功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讲话 他希望四大洲的科学家 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 为保卫世界和平 为维护科学尊严 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滥用科学成果 屠杀人民的行为 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四大洲的37位科学家先后讲话 他们说 大会的成功召开 表明科学事业 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垄断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大洲科学事业 具有无限美好的前景 8月23日 毛泽东主席 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接见了1964年 北京科学讨论会主席团成员 和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全体科学家 毛主席向四大洲各国科学家 表示热烈的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布团长